大家好 今天呢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个汉字呢 是一 这个一加过文里面 它就这样写的 有的人说这个字是解花字 实际上不对 加过文最终就是这样的字 我们现在是看到那个 番茄词那个一 这边就加个 树 底下就加个 油 那是后来一步一步的 就是从那个锦门啊 到小庄啊那些人 加上去加了很多的 那些内容进去的 扎官方最早的 就是这么一个字 扎官方的这个字呢它是怎么写的呢 这是一个构 里面一个诗 诗是什么东西啊 古是个 设的那个键 有很多的文献和 学者都认为这个字啊 这个是个 框法 里面发了好多的箭头 实际上呢 并不是这回事 最早的 它那个 狗 实际上那种 也是一种 鱼料器械 在古时候 警察发生战争 所以中间的人 是很多的 所以它用这种 器械呢 去把这个箭头 从人神器里面 去把它拿 切出来 后来呢 在今晚里面啊 它加了一个铺 那就是说 手 拿医疗工具 去把这个箭头 去把它 切出来 到了小庄以后啊 它这个字呢 它又加了一个 底下加了一个油 油是什么 油就是呢 吃的酒 这个酒 可以小度 防止感染 与轻度的难道 杀菌的作用 所以这个 义这个字呢 它就又加又多 又加又多 在桑古时代的世界啊 有一个叫做 吴鹏内 这么一个人 他是在历史上面 是最早最早 用酒 作为一种油 来进行治病的一个人 另外呢 六七通俗 那个川字里面啊 它这个义字下面 不是写这个油 它就是写这个五 说明什么呢 叫古代的这个 这个五 后义 是同源 根据大家说 这是个五义 实际上五 后义 就在古代 是一样 一回事 这是到后来以后 就封了 个五 怎么是 像那些 以车刺啊 斩波啊 跳大声啊 为这一种那些人 能成为五 后来怎么给人 看病的呢 就成为义 五后义 就分家了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 义 来引试 和大家一起分享 义这个字 它的 加快文的写方呢 最共是有 两款 第一款呢 它是 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款 第二款呢 它现在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等于一个手术工具 现在的一种医疗器械一样 把 把 写着人区 内部的 尖室 和这个手术器械 把这个东西去出来 在金门里面呢 是这样 这儿是一个尖室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先的尖室 这就是用手 拿这个工具 去把这个尖室 去 撕出来 第二款的写方呢 和第一款呢 差不多 第二个尖室 第二个尖室 它现在是键 这儿一个尖室 这是劲儿款 底线款呢 这些是键儿 这也是一个箭 一个箭头 这门里面 它基本上就在这样 这个是在小砖里面呢 它基本上是 聚餐儿人 锯门的这种写法 这是小砖的写法 后来呢 这个小砖 这个字呢 准备这个技术上面 它又加了一个油 用九小豆 第二个尖室 所以我们读找到 所以说分解字里面 它不这个意 它写着这样 例数里面 它这个字呢 就写着这样 这个字是那个亨方碑里面 它就写着这样子 所以开数的事情呢 它就写着这样 开数里面就写着这样 亨德人认为呢 这个字呢 是这个字解发过来的 实际上不是最早 亦这个字 它就是这样的写 只不过到小专认识里 就是越写越复杂 越写越复杂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亦 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